大家好,我是11月蓝,你一起来关心5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作业的雨是让大家感到紧张 接下来又有墙台逼近 霍林市长为家宴是赶紧前往了各个抽水站 来关心机主是否准备好 同时也再一次的加强清沟作业 为家宴是呼吁民众自家周边的排水沟要保持顺畅 不要把垃圾落叶丢进排水沟内 以免墙降雨发生时产生淹水的情形 墙台逼近华联市长为家宴23号前往抽水站 关心机主是否运作正常 同时也要求清洁队再加强清沟作业 更提醒民众要保持自家周边排水沟顺畅 共同来防范淹水 我们知道昨天的一个气候让我们其实很多的市民都非常的担心 都有纷纷唱脸书 说有在北部的地区都有暴雨 那是不是我们在东部也希望赶紧来迎迎 那今天也先到提前先到我们抽水站这边先来做这个暖机的动作 然后也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在机器的保养上我们都会完全的顾好 那机器的一些设备如果有一些老旧的问题 我们会申请经费 那目前大致上其实每一个礼拜都会做一次的这样的动作 工程队长于世伦也表示 所有的基础都定期维护与测试 还有移动式抽水机待命要守护民众的安全 有10座抽水站 那目前的话各站的机组设施都正常 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就是紧急的调派 那互相支援做好最妥善的应变 台风豪雨季节道除了工部门加强清沟 也呼吁民众共同来做好防汛准备 以确保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也希望说我们不管是民众啊 还是说我们的外地的观光客啊 也希望说我们不管是有烟地 希望真的不要都丢到水沟啦 因为其实我们在清沟的方面 最主要就是垃圾袋跟烟地 还有一些落叶 那这个部分不管是家里这边有一些盆栽 都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也千万不要压在我们的水沟孔 不然我们宣洩雨水都会来不及 那也希望说市民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 解日会坏事报道